陳展鵬為老婆慶祝34歲生日 善文有刻意遮腹現人味 善文有繼續人味濃 師弟陳展鵬出名是愛妻號 老婆善文有日前34歲生日 陳展鵬除了和老婆撐桌腳 吃燭光晚餐外 回到家後更和女兒小豬比一起去慶祝切蛋糕 善文有在社交平台上貼出合照 並表示又可以去到許願的日子 又承載多一年的故事 他又借星座去到分享一家相處之道 而摩蝦和白羊是完全相反的星座 一冷一熱 當生活上摩蝦遇上兩隻白羊女 雖然早前陳展鵬曾否認老婆有起 但今次的新照片當中 善文有大部分都只是拍半身 而陳展鵬又將手遮住老婆的肚子 繼續印味滲濃 女神修割機近況曝光 被野生捕獲變游利大叔 新型部長又突然 八、九十年代曾參演過富貴開心鬼 吐和春天有貴約會 鬼子來了等電影的吳大衛 曾以英俊和充滿ABC味而見稱 而現年五十八歲的他近年在台灣做了飲食KOL 日前被網民在上海野生捕獲拍照 但網民不肯定是否他本人 在照片中見到 吳大維身形漲了幾個馬 臉上亦出現不少皺紋 由英俊變成游利大叔 而近年吳大維不時有出席公開活動 亦有拍片去介紹美食 不知是否因為吃得太好而沒有保持身形 吳大維在美國出生讀書 曾因為劇集《李小龍傳》 扮演李小龍而被稱為李小龍專業戶 傳聖時期的他五官分明 堪稱女神收割機 曾與林欺雷、徐華玉、孟廣美等女神傳過緋聞 而結婚後他生了一個女兒 身形亦開始暴漲 女之女王女主角首選竟然是他 金字緣補上意外包紅 全球人氣高企的韓劇《女之女王》 在4月28日迎來大結局 第12集全國收視創下最高紀錄 女主角金字緣亦隨之而人氣急升 有韓媒指出其實女主角本身的人選 是屬於IU的 3月開播的韓劇《女之女王》 由金秀賢、金字緣去主演 劇集開播之後 收視一直穩步上揚 而在4月14日播出的第12集 已經創下全國20.7% 首刀圈23.2%的收視 刷新了自身的紀錄之外 更加成為TVN電視劇收視史上的Top4 劇集將在4月28日播出最後一集 收視有望破紀錄 《超越愛的必講》 成為TVN劇集的收視冠軍 而在5月4日和5日 就會播出劇集的特輯 《滿足劇米》 《女之女王》大紅 女主角金字緣 亦因此而人氣急升 廣告要約不斷 她的IG追蹤人數 更由劇集開播之前 大約818萬 在一個幾月之內 急升超過200萬人數 突破了1000萬 風頭可以說是一時無兩 而日前有韓梅就爆出 《女之女王》的女主角 首選本來不是金字緣 而是與編劇 朴志欣和金秀賢曾合作劇集 製作人們的IU 而據說在去年 朴志欣編劇 在發佈製作《女之女王》的消息時 曾經表示過 當時正邀請IU出現 而IU所屬的經理人公司 亦證實收到劇本的邀請 不過後來 IU在仔細考慮後 遠距了這個邀約 而之後 朴志欣編劇 亦選定了 與角色 《紅海人》 氣質高度吻合的 金字緣接手演出 亦成功去憑著 這個劇集 創下了他出道14年以來 演員生涯的高峰 圓雅不明白為何自己每次拍拖 都會被人發現 網上一面倒負評 性感藝人圓雅去到節目 《趙啞賢的周四晚》作客時 說不明白為何每次拍拖都會被人發現 他的言論在網上引起激烈的討論 引來不少負評 韓國的性感小野馬圓雅 施隔兩年零四個月 終於宣布在5月2日回歸 今次回歸 亦是圓雅和前導單分手後 轉換到新經理人公司後的首張專輯 本來回歸消息曝光後 粉絲非常期待 但日前圓雅去到女星趙啞賢的網絡節目 《趙啞賢的周四晚》 說到自己個人感情時 在網上再次掀起一陣熱議 袁雅在節目中 被問到男朋友 龍俊亨眼中的他 與現世的他有沒有分別時 他說龍俊亨初時以為他很難搞 但第一次約會時 他吃牛血醒酒湯後 形象變得不同了 他解釋說當時自己一邊吃醒酒湯 一邊看著劇集 來自星星的你 最後還因為看得太感動所以哭 這些可愛的小插曲都很有趣 而之後 趙啞賢慨探表示 真的很想跟你一樣 在拍拖的時候 不管別人怎樣批評 只要自己喜歡就跟他一起 袁雅聽到後 有點無奈地說 為什麼我每次拍拖都會被人發現? 我們公司都說因為我覺得非常累 令我有抱歉 但也很感謝 而在節目播出後 很多網民留言說 這不是你自己爆出來的嗎? 公司都否認了 你自己跑出來承認而已 公司的職員真的很慘 形象都沒有了 也有粉絲在原雅的社交平台下 留言說自己對他很失望 不會再支持他 掀起了激烈的討論 張曼玉媽臨丹巴黎出戰羽毛球賽 59歲真實狀態曝光 驚艷網民 張曼玉的狀態很好 現年59歲的國際影后張曼玉淡出影壇多年 近年很少公開露面 不過日前他驚喜現身巴黎 和羽毛球高手林丹出席為期兩日的 巴黎100中法羽毛球慈善盛典 據說這次的活動是由中國羽毛球大滿貫 和奧運金牌得主林丹發起的 而中法明星表演賽當中 就由張曼玉和林丹這隊的夢幻組合 出戰法國的代表 而結局就是三局比賽後 法國隊險勝 而在今次盛典的官方微博當中 亦有分享張曼玉出賽的照片 化上淡妝的他 梳著一個拖背頭 穿著長袖運動衣的他 打扮簡單又不失氣質 而見到的照片他笑得很燦爛 相當自如 網民紛紛留言大讚 曼神的狀態很好 Maggie活力滿滿 很久沒見的曼神 戴著自然老去的真實 和隨心所欲的自由 屬於氣質大於美貌的那種 但願人長狗被取消放映 北京國際電影節解釋是copy損壞 導演親自回應事件 不少網民都猜 這次取消放映是另有原因 由新進導演 竹自演自編自演的香港家庭溫情電影 但願人長狗 近日入圍第十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的注目未來單元 不過原定在星期六和未來星期二的兩場放映突然被取消 官方解釋是因為copy損壞了 無法修復 而導演竹自演也在IG親自回應 有內地網友公開由中國電影資訊平台 貓眼電影公佈的退票通知 只因為電影的copy損壞了 無法修補 所以取消放映 不少網民猜測這次取消放映是另有原因 有網友說是與電影中的吸毒情節有關 也有人猜是與電影中有土地抗爭的情節有關 而導演竹自演在IG的限時動態回覆說 我也是剛剛凌晨才知道但願人長狗北京的兩場放映取消了 事出突然我期待了北京電影節很久了 也知道但願人長狗北京放映一票難求 本來這兩天打算去北京出席了這個放映會後 也準備了一些電影的小禮物給大家 好不好意思了 令到買票的朋友失望 衷心希望在未來不遠的日子 有機會可以令更多人看到《但願人長狗》 電影《但願人長狗》 是講由吳康仁飾演的隱君子林國文 移民來到香港後與兩個女兒的關係變化 早前飾演吳康仁的女兒謝詠欣 在金像獎中得到最佳新演員 而吳康仁也得到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的影帝薯榮 請按讚 請按讚